你好,這位客人,有什麼需要幫忙的嗎? 嗯,我想要一台輕薄,然後又像我這樣美的一台筆電 最好呢,是不到一公斤,然後又可以這樣一手掌握 重點,重點是要可以快速充電,然後質感還要非常好 這樣你有懂我的意思嗎? 嗯,有的,這位客人,我們這裡剛好有一台電腦非常符合你的需求喔 大家安安,我是竹竹 誠如剛剛這個小劇場客人的需求呢 我手上剛好有一台完全符合電腦 那我們事不宜遲,馬上來開箱吧 就是它!你看看這個超級有質感的感覺 那它是這個鎂合金的ACD蓋 然後全機身都是這個陶瓷白的設計 那這個霧面的感覺呢,我是相當的喜歡啦 那首先呢,我要來帶大家看一下這個LOGO的設計 因為我記得之前呢,HP的LOGO都是圓的這樣子 那它現在呢,有這個新的設計 就是看起來就是,欸!簡潔俐落 這台筆電的非常輕,就重量差不多是一公斤 那我剛剛實際的拿一下呢,就是真的是拿起來非常非常的輕鬆 那我覺得它的配重設計也相當的用心 你看就是,有沒有,單手 單手喔,這個我平常力氣很小,這個這樣子 有沒有,這個單手就可以開合,非常非常的簡單 那工作起來呢,也是輕鬆愉快 接下來呢,要來帶大家看這個螢幕 這螢幕呢,有3.47mm的極窄邊框 跟90%的大螢幕佔比 那它的螢幕比例呢,是16-10 所以可視的瀏覽範圍就更多 因為整整大的10%嘛 然後呢,它有這個不閃平的螢幕 可以降低這個眼睛的不適與疲勞感 對消費者來說,相當貼心喔! 再來看這邊 那這台筆電呢,採用的是B&O的音效 那講到B&O的音效呢,大家一定不陌生 因為它是這個,許多高級車 還有這個音樂人士呢,都愛用的音響品牌 那,偷偷講一下 我個人也非常非常喜歡它的可惜式藍牙音響 音質真的是分棒 這樣就知道HP對大家有多好了吧 那讓你在看動畫啊,或者是看劇啊 都有身歷其境的感受喔 HP Pavilion Aero 13搭載AMD最新的Zen3加R7處理器 採用6奈米製程的技術 配備6核心12執行序 並提供卓越的效能 512G的大容量SSD 及16G LPDDR5記憶體 工作上絕對是你的好幫手喔 那,這麼輕薄的機種 你們一定覺得它只能文書不能玩game對不對? 但是我告訴你 這顆CPU搭配的內顯啊 遊戲跑分水準比MX獨顯還好 所以如果你想要輕鬆玩一下放鬆一下 我告訴你它是可以的 IoBook的部分呢 左邊有一個電源孔 跟一個3.2 Gen2 Type-A 右邊是一個HDMI 一個3.2 Gen2 Type-A 跟一個Type-C 還有一個耳機孔 機身輕薄但該給的IoBook 可是一個都不少喔 Type-C更是支援PD充電 讓你在沒電的情況下呢 可以達到最快30分鐘充50%的電力 那介紹完這個HP Pavilion Aero 13呢 是不是讓你非常非常的心動呢? 那我個人呢來分享一下我的心得 我自己呢最喜歡的是它可以單手開合這件事情 看我這個如此瘦弱的女子就知道這個 平常有時候開筆電 有些很重的筆電真的是要用雙手打開啊 再來呢我也是非常喜歡它這個機身 跟這個白色霧面有點低調卻又不失質感這樣子的這個感覺 對然後還有它這個鍵盤摸起來 還有按起來的回饋感我覺得也都相當的讚 那平常呢就是它這個大螢幕的佔比 讓你呢就是上網啊聽樂啊 或者是輕鬆遊戲都會有相當相當不錯的體驗 好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啦 喜歡這支影片的話呢記得按讚訂閱分享喔 那3C來抱抱我們下次再見啦 掰掰 三更星期間 是可以這個影片 如果有堅定的影片 對 好像很適合